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每周有两次的和谐性生活 就可以减少换上输卵管炎 子宫内膜炎 阴道炎等风险 这是因为精液有抗菌消炎的一个功效 所以减少了患上生殖道感染的一个激励 但是戴上安全套之后会阻碍精液进入到女性的生殖道中 从而影响了女性的健康 第二点是提高癌症的发生率 精液可以减少女性患上卵巢癌的一个风险 因为在精液里面有着一种有效成分 能够杀死卵巢癌细胞 精液里面也含有一种物质 能够促进女性性激素的一个分泌 让乳房变得更加的丰满 臀部变得更加立体 皮肤也变得更加的细腻 具有孕折阴道提高性生活质量的一个功效 但是当戴上安全套进行性生活时 精液无法进入到女性的阴道 所以提高了患上癌症的一个风险 安全套是有好处也是有坏处的 存在于一个两面性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